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其实呢 这个很多 我都知道很多朋友啊 尤其是女孩子 特别常常说她们有偏头痛的这种现象 有时候痛起来 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 痛起来完全不能做事的 所以可不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偏头痛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偏头痛跟普通头痛不一样 偏头痛的头痛不是 普通头痛是肌肉痛 比较在脑子的后面 或者是你压力太大了 有的时候紧张了 那会会一点点头痛 偏头痛是脑子里面血管放大的痛 它的痛是大多数在一面 在眼睛后面 它痛的时候 有的时候眼睛会看不见 有的时候会像有呕吐 会晕眩 对会晕眩 或者对灯光啊 声音啊 特别敏感 那种痛法对很多人说是一个很debilitating 不能什么事都不能做 很折磨人的 一定要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睡 有的时候睡24小时都可能 那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压力太大呢 还是说遗传性的 这什么样原因会造成有这样子的这种症状呢 这种病症 我们觉得大多数是有负荷蒙有关系 所以女性对骗头痛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七十 当然百分之三十的男人也可能会有 她们有的时候是对饮食上面有不一样 很多人不安定吃饭 有的时候她们的血糖 不正常吃饭也会 对对对 有的时候她们睡眠不够 所以这些都是trigger 都是trigger 对 而且有的时候是比较environment 比如说是那个天气不好了 或者是天气不好也好 天气阴了 我们病人有的时候 她们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 她们一有骗头痛了 这个症状明天就会下雨 太神奇了 对对对 所以这跟荷尔蒙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对 难怪我是周遭她们有骗头痛的问题都是女孩子比较多 大多数是女孩子 对 那所以有什么样子的 除了吃药之外是吃止痛药之外 或者她们真的要休养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种状况发生 预防最好就是要把身体的健康要搞好 做做运动 睡眠要充值 然后可以避免喝酒 特别是红酒 避免喝红酒 对 红酒里面有特别的chemical 会让脑神经比较刺激的 会让我有骗头痛的可能性 血管有控制 所以像有骗头痛的人的血管是太扩张了 你吃了这个药以后 他的血管会小小的给减低 那个头痛就会比较容易 减轻一点 可以做事了 可以不用 一定要请假在家里躲好几天 对对对对 那因为像这种偏头痛的问题有时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痛起来感觉上很严重 因为我看到我有朋友就是骗头痛发作的时候 真的就是完全不能动 对 但是看起来很严重 这个到底会有这个致命的危险呢 假如你是从来没有过头痛过 第一次头痛 所以你就是医生很举烈的 那有的时候是很危险 有的时候可能是像有我们叫血流 或者是aneurysm 假如你有这个的话 那个头痛我们叫像打雷似的 thunderclap headache 假如有这个可能性一定要去医院 因为你要做过CT 看有没有初学了什么 假如你以前试过有过头痛了 可是现在你头痛不一样了 也要去看医生 因为这可能是的原因是跟以前的头痛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习惯性的偏头痛 他们就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反正就是吃药吃药吃止痛药 但是呢有时候如果说你自己身体上有变化的时候 其实反而要特别的注意 还是适时地要去找医生帮助 对对对 而且特别是像假如你一个月有超过五天的偏头痛 可能你的偏头痛的有别的原因 像我们会要做个检查 看看有没有身体里面有没有腹核蒙不稳 或者是有别的病可能会引起的 是吗 听起来也是还是要特别的追踪才行 不能掉以轻心 但我据说呢 我曾经一个朋友跟我说过 就是偏头痛好像跟年龄也有关系是吗 对对大多数偏头痛的人是在18岁到五六十岁左右 差不多80%人都可能会有 很多妇女过了更年期 她们偏头痛会变少 可是有一小步妇女以前没有头痛 过了更年期开始有偏头痛 今天你真的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片段的资讯 我相信这个对大家平常维护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谢谢周围谢谢您 谢谢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